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良想 我相信 我也是有很多的回忆 我想起我当年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地理老师在教课的时候 喜欢把他的人生一些经历都传授给我们 把圣经的知识 把圣经地理 把圣经里边的人物融合在一起 加上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来告诉我们 牧子之杖的重要的权柄 这个老师在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文革时期被下放到新疆 在新疆那段时间 有很长时间在那边牧养洋情 这些日子当中 对他来说 他说是一种艰难的经历 可是得有许多的收获 本来他是一个教授 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授 他离开了这个教堂 他原来的心愿就是要培养更多的神学生 更多的传道人 更多的神学老师 教授 出去传福音去建立好更多的主的工厂 但是呢 因为这一个运动把他送到新疆去 可是他说呢 对他来说 他得益很多 因为他自己经历这个羊和羊群的生活 他个人跟神的关系是 神是他的牧子 他是神的羔羊 而对他来说的话呢 他是一个牧养人 对着一群羊群 所以他这一种很丰富的这一种心理感受 灵里边的经历 让他能够对人生 对属灵的生命 对他以后的事工 带来更多的帮助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时候的我们想 帐 牧子之帐 这圣经当中提到的很多 特别是讲到摩西的帐 摩西怎么样用这个帐行神迹 使他能够成功的 让法老王 让他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去走他的四十年的人生道路 带领以色列人 在跨越沙漠 红海当中行走 这些日子当中 他都是用这一个牧者的肢杖 因为神的大能使他 掌享了几多的神迹 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叫他 摩西之帐叫做神人之帐 神之帐 因为他所长相出来的所有的神迹 全部都是因为神的大能和大爱 里边所表现出来 他是神手中的工具 那么也有讲到亚伦的 也讲到许多的 那么这一个帐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个帐的话是不长 大概是二次 二次这么长 是比较粗的 是直的 这个如果是有有钱人的话呢 或者今天这个时代 你要买这个帐的话呢 他们可以帮你 制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帐 现代化嘛 很漂亮 但是呢 在那一种 当年有很多这种 很艰难的日子当中 或者在一种沙漠旷野 在一些科技比较络的地方 很多人都是用那种树杆 拿来把它修理好 成为一个池的一个帐 一个棍板就可以用来做帐 这一个帐 虽然很简单 在大卫王时期 可能就是非常简单 特别他是一个牧羊人 是一个牧童 很年轻很小 而且他的哥哥们都在忙 他父亲也在忙 就把这一群羊交给他 你就去做吧 那他 我相信 他所造出来的帐 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帐 不是一个很华丽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帐 就是很普通 可是这一个帐 在他的人生当中 特别他的童年时期 给他许多的属灵的经历 让把他带进了一种与神称经历的关系 通过他自己去牧羊这些羊群 让他体验到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美好关系 让他能够体验到他自己 这一个属灵的 属上帝的儿女 跟他所爱的上帝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在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当中 才能够写出这么美好的诗章 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觉得 这一个人生是那么丰富 当我们细读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 每一句都都讲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当中 我每次去查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许多的话要讲 所以我经常讲到会讲过头 我觉得我当我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灵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充满 很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 大卫也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他这一个诗篇二十三篇 最长是很短 可是给我们带来的生命是那么丰富 他灵里边的那种丰富是踏起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牧人的杖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牧人的杖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来分开我们来看看一般这个杖在这个牧养人情当中 它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它是在清点分类一些阳情 这个杖的话它不用怎么样 就是走到这个阳情当中 把它的这个 伸开它的杖 把这一个羊情当中 羊的毛羊毛打开 看看它这里边有什么 砸死的 或者是皮肤当中有什么三八的腿 有什么受伤的 还有呢 就是把它的耳朵打开 看看它里边有什么病痛的 这是它这个杖的功能 它不需要一只一只去摸的 它就这么翻过来翻过去的 查看这一些羊情 然后呢按照它们这个羊大小它种类 它的责量分开 分成这一种是哪一种 那一种是哪一种 另外呢它是一个 一个管救的作用 就是说呢它有很多的这一种 羊啊它呢有些是萌萌萌萌萌萌的 因为有些羊是很笨的 羊是非常纯 大概很多是很笨 有些人是有淘气的 会到处跑 可能会走进那个 我们知道有些山沟啊 有些重林啊 它有可能会摔倒下去 所以呢 牧羊人要管救它 让它能够归队 有的时候会远远就是打它一下 打中的时候可能会 如果这个羊还不懂得怎么回事 会再跑到等打中 它就会把它的 脚或者腿给它打断了 打断之后呢 牧羊人把它带回来 有这个管救的可能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保护 很多的时候 当他们在山沟 在峻岭 在跨野 沙漠当中的时候 有很多野兽出目 那大卫王他在他的人生当 当中他也讲过了 他行过死因的忧果 死因的忧果呢 曾经是真正的 物质上的死因忧果 也是属灵生命的死因忧果 因为他曾经是一个牧羊人 他带领过羊群走过死因的忧果 而他在他的人生的属灵生命当中 也走过死因的忧果 所以他把这两者 属灵的和属世的 他在地上的和他在灵界里面的 这种经历很好的结合起来 所以他说呢 他用这一个杖 是来保护他的羊群 当有野兽过来 他他会猛击他们 让这个野兽能够被他下榜 被他击他 所以把羊群保护下来 一个小小的孩童 如果是用手跟 跟野兽对斗肯定会失败的 我这些日子喜欢看一些 整个动物的一些动物世界 看到动物的这一些 彼此的这种长沙 牛啊那么大的 被这个洗多几个 几只狮就可以把他这个 吃掉 大象这些大象啊 这些水牛啊 野牛啊这些 这么大的 老虎和狮子都那么小 所以在这个动物世界当中 有很多很凶猛的这种 肉食的这种动物 很凶啊 按照大卫加这一个人来说 他远也没法跟这些 野兽对打的 而是因为有这把杖 所以呢 他能够保护他的羊群 所以呢 在属灵上 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 木子之状 之状 到底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些体 启示呢 是清点分类 在我们自己先属神的 我们信主的人当中 清点分类 在马太福音第25章 第30节到46节里边 很清楚的 主耶稣基督把这一个 阳情当中的分类 讲得很清楚 他说万民都要积极在他面前 他把他们分开 就是分别的分开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延和羔羊 把它分成绵延和山羊 绵延的就在右边 山羊的就在左边 然后呢 对于绵延的说 你们正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的果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做客里的时候 你们领我住 我吃生露体的时候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过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 他把绵延和山羊看得清清楚楚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信主不当当是站在讲台 把我们的话语讲出来 我们会走入生命当中 我们走进我们的羊群当中 我们从生命当中 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去喂养他们 知道他们哪个地方是有需要的 如果是一个牧羊人 不知道他的羊群的需要 他怎么能够让这个羊群跟从他呢 所以呢 主耶稣基督说 你们坐在我弟兄最小当中的一位 就坐在我的心上 这些人说主我真的没有坐过 我没看过你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告诉他们 坐在我弟兄最小的身上 就坐在我身上 弟兄姊妹 我们学的这些 就要坐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 最小的那一位 我们看看在我们当中 哪一位是有软弱的 哪一位有需要的 哪一位需要关心的 他们会受感动 羊群会跟着我们走 所以这是 牧子之杖的重要 他会把这些清点 然后分类摆在一起 你是山羊的 你是山羊 你的绵羊是明羊 在那些山羊的最后怎么样 他会告诉他们 我饿了我渴了 我车身露体了 我没地方住了 我蹲街了 你们从来不管我 所以呢 你们又在永恒之中 你要承受永恒的这种审判 就要承受审判 因为呢 你不 你不遵从我的旨意 你不好好的 照顾我的羊群 你是一个恶的 三羊 这个圣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 告诉我们 是一把杖呢 是又分类的 是又清点的 清点我们生命当中 哪一个地方有污点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 真的 读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 呃 有的时候呢 出了一把冷汗 主啊 我走了人生的道路 千万不要让我 年迈的时候 走错路了 就进入到永恒 恒 永恒 永恒 惩罚当中 求主让我放在绵延当中 但是这条人生道路 我们必须自己去走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 牧子吃杖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保护羊群 保护羊群是 怎么保护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羊群会走上 走丢 走 甚至会跌伤 可是这一把杖的话 一直都在归正他们的道路 归正他们 让他们不至于 呃 丢失了 我们到了教会 或者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如果是去了教会 牧师传道人 和教会的领袖 有爱心的 有恩事的弟兄姊妹 会借着主案 和圣经里面的教导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到保护 很多的时候 我们刚刚 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 我们必须有人照顾 所以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帮 有一些什么那个造就帮 有一些俗信帮 末道帮等等的 有一些团契 这些都是要让我们 在信心当中建造起来 使我们能够坚定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一只强壮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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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有的时候 也会有条件 就像大卫王所说的 走过死因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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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何尝没有人生 走过死因的幽谷呢 我相信我们许多的时候 是这样 我当牧师几十年 我很多的时候 走过死因幽谷 我承认 我许多的时候得罪神 我许多的时候 也得罪过弟兄姊妹 我许多的 我知道 我经常 特别是之前日子当中 这个疫情当中 是一个灾害 可是这个疫情当中 我把它抓住是一个机会 我经常在反思我人生 当中有许多地方 哪些地方得罪人 我许多的时候 我会审查我自己 我尽量的去找那些 好像是被误解了 或者被我伤害了 我尽量的去找他们 跟他们和好 而且呢 我也尽量的 是想要在我们的人生的 后半生当中 过着一个保守己心的日子 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灵 在神的面前 可以抓住机会去服侍 耶波 他在他的人生当中 经历了许许多多 耶波是一个艺人 耶波是个艺人 我对耶波这一件书 特别有印象 特别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母亲曾经是病危啊 年纪很轻的时候 病得很严重 真的是差不多要离开世界 四十五岁就退休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都基本上都觉得 他可能没有生命的可能了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丈夫 就是我父亲 会经常他母亲生病的时候 会抱怨啊 心房啊 会说很多这种过分的话 父亲会坐在他的这个床前告诉他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主不会放弃你 这些经历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你看耶波是个艺人 他呢 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恩典 可是他受了很多攻击 最后他不是神给他的祝福 是加倍的祝福 所以耶波在他的耶波记当中所说 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 在战争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 你必被隐藏不受口食之害 灾害灵道你必不惧怕 你遇见灾害肌梗就必喜笑 地上的野兽也 你也不怕 你也不忌怕 所以呢 耶波总结到他人生的经历 告诉他自己 告诉我们 我们会受攻击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危害 我们可能会有些被伤害 但是不要怕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 是一个牧人之杖 会随时都会来保守我们 我们只有走在他的生道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管救 管救阳情 这个牧子之杖是一个管救 就管救你 你要走错路 很多的时候这些 有些牧羊羊群当中 有一些有野性的 会跑乱 会乱跑 那如果是两三个乱跑的 我说这个牧羊人 这个很辛苦了 这边跑那边跑这边跑 很辛苦的 我记得当年有一年 我在 我原来是神学院的老师 后来呢 因为我又出国 他们不愿意我出国 后来就是因为有些事情 我离开了神学院 我离开神学院之后呢 我没有工作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去 人家介绍我去做一个英文代课老师 英文代课老师是非常 就是暂时的 我当时去当代课老师的时候 我教的那些孩子是五年级 五六年级 那些孩子很淘气 我以前教的孩子 有些是可以当我的爷爷的 有些可以当我的父亲的 都年纪很大 是牧 他们都牧师 他到进修的时候 我们教他们的 那这些小孩的话 特别淘气 我这边把灭火都灭了 他这边又起火 这边灭了那边又起火 我觉得太累了 我上了一堂客车 我口都沙哑了 我以前在纠葛的 我一站上去四五个小时 我都直站下去 可是这些人就不一样 所以你碰到这样一些 没有什么悟性的 这个他的认知不强的 这个这个 持久性不好的 他就乱来 所以那羊群有可能会这样 但是牧羊人 一定要管就不管就 这些羊 可能会丢栖 可能会丢到那个盐埃下去 可能会被野兽吞吃掉 所以呢 他要管就 他管就的时候 可能会种一些 种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他的腿打断了 那他有 这个牧羊人 会把他带回家 然后的话抱着他 一致的照顾他 照顾到他好之后 再把他放在羊群当中 所以的话呢 这些羊群虽然被管就了 可是这个牧子还是用爱心去 建立这个很好的关系 还是照顾他们 保守他们 医治他们 使他们完全得到康复 通过这一次医治的当中 建立了跟牧子的关系 最后这些羊群会顺服牧羊人 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经常会被管就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 神的管就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命的 永丰富和我们将来生命的永恒 所以不要小看神的管就 一定要知道神的管就 是给我们带来祝福 就像在耶波记里边所说到的 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当中所说的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不要轻抗全能指的管就 因为他打破 又如果 藏果 他既三 用手医治 神会医治我们 最后让我们与他建立更丰富的关系 最后一点是 爱的体现 这个 这一个藏 牧羊人是这样的 他会每天都是 把这一个藏往下面 羊群当中伸过去 羊一个一个的走过去 一次一次走 他走 数下去 数到十的时候 圣经当中讲到的 数到十的时候 第十就把它归为四 好他不管如何 就是让他爽 数数数数 数数数这些羊群 也查看这些羊群 也查看这些羊群 有没有伤痛 可以医治 或者是哪些地方 有被扭伤 或者哪个地方有病 病痛 所以呢 他是数数 而且呢 如果他数了 发生里边有少一次的时候 他会去找的 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 在路加十五章四到七节当中 你们中间属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那九十九 撇在旷野当中 然后呢 去寻找那一只失落的 直到你把他 行为 背在你的肩膀 带回家 哇 你们当中没有吗 主耶稣基督 用一个很常见的知识 告诉那些牧羊人 你如果是牧羊人 你也是一样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 我是你们的牧羊人 我也会一样 把这些羊群 暂时撇开 会把那一只丢失的 带回家 这是一种安慰的体现 我相信那一些真的是 真真爱主的人 对这一个感受特别深 这让我想起了 我曾经有一对很好的朋友 当我神学毕业的时候 我到广东神学院去教书 我一去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美国女孩子 她是到中国大陆当宣教的 那么她开始的时候 对我有点惧怕 就是觉得我是神学老师 有点那个 但是慢慢的知道 我是很 我是很 知道我是很帮助他们 很值得他们 愿意他们一起来帮助 传福音的 所以呢 她跟我见了非常好的关系 好朋友 最后呢 我也认识到她的先生 也是当宣教师 是个美国人 当时他们没结婚 是我把他们两个人 介绍我认识 后来他们两个人结婚 变成我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来美国留学之后 他们在大陆生了五个 七个孩子 这一个兄弟呢 是一个非常爱主 他这个在传福音当中 是那么热切的 他不放弃任何的机会去传福音 他说一只羊都不能放过 一个可能的生命都不能放弃 他有一次碰到了一个有 患有精神病的人 跟他传福音 最后的话呢 那个 那一个精神病的人 发作了 病发 然后呢 就把他杀死 把他杀死 杀死了 杀死了 这个妈妈很伤心 带了孩子回来美国 休养整动一段时间之后呢 当时我们还有良心 他就说呢 我还有把我这些孩子带回祖国 因为那是他们的祖国 他们都是在中国生的 他又继承他父亲的这个遗旨 遗旨 遗旨又把福音床下来 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的生命 就像主一样说的 有九十九只羊 跟着他 一只丢失了 还有把他带回来 弟兄姊妹 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放开任何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个牧子之材 学到了我们如何去与别人分享主的爱 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耶稣福音第十章第十二节里面 对我们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羊也认识我们 在今天 主耶稣基督把救星的都交给我们 把榜样的系列给我们 要我们又去认识他 也要跟着他所做 今天呢是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 我们也借着这个时期 我们在思念这个牧子之杖 给我们带来救星之外 我们也要记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 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主的再来 宴主祝福他的话也